這個全球反赤納粹大遊行 你覺得意義是什麼呢 首先我要講清楚 今天我們警方發出一個反對通知書 其實基本上就不是遊行 我們市民是自發性出來逛街街 我們的目的 你都見到 最近香港的警察就已經變本加厲 整個立稅港的執法手段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來支持我們香港 希望大家都 世界各國都關注這個立稅港和佛西斯主義去侵蝕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要出來出聲 我聽到很多人在這個逛街的過程 都會喊一些口號 譬如說拘除共黨 反立稅 這些口號 你覺得這個口號是有什麼意義在裡面 其實我們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幾年 一直都是沒有國這個觀念 只不過去到1997年 中國說我們需要回歸 所以我們才被中國去管治我們香港 但是在1997年之前 我們的香港警察是全世界第一 我們城市也是全世界第一的安全城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警察是受這個蘇格蘭牆訓練回來的 但是現在的警察呢 就回到北京訓練回來的 所以那個差別就是這樣 完全是一個沒有人道打壓手段 還有一些是濫捕 濫權 你都見到市民出來逛街街 都說我們是非法集結的 又說要放出雷彈 那你說如果我們不出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變成一個軍管政府 我們又會生活在地獄裡面 所以一定要出來出聲 多謝你 請問你怎樣稱呼 或者是你給個名字 你叫我A 多謝你 多謝你 你不做錯了 不去不去不去 市民資訊權 新聞資訊自由和營商自由和合法公司